乘风破浪总决赛 王心灵抢到了一个,郑秀妍却颗粒无收 决赛业Jessica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首轮抢位战就是三大队长之间的正面battle 人气和情怀方面,王心灵占据了绝对优势 更何况,毕竟不是主场 综合各种因素,郑秀妍几乎没有胜算 万万没想到,郑秀妍居然实现逆袭 346票脱颖而出,帮助团队赢得了首个出道席位 王心灵329票排名第二,谭维维315票垫底 不过,没有表演就投票 王心灵男孩肯定不服气 谭幕满屏都是直一声 端水操作毫无意义,太假了 为了搞平衡却放弃了公平性 其实,吃瓜群众误会了 节目组并没有端水 郑秀妍也是平实力胜出 只不过,敏感时期 队长合作舞台被减了 要不然的话,估计浪杰总决赛无法上线 根据赛前消息 队长合作秀的歌单是三天三夜 粉丝期待直拉满 但是,原唱包括他的经纪人 不当言论让人嗤之以鼻 活该被咔嚓 怎么可能给他赚版权费 有一说一 郑秀妍逆袭却有点可惜 脑补一下 能够硬碰硬战胜人气巨头 舞台的精彩程度可想而知 当之无愧的女团天花板 卡黄的唱跳实力绝对巅峰 队长合作舞台虽然被减 不过,副队长宋李却很有看点 甚至暗藏了大彩蛋 阿萨代表灯组 送给王心灵一张海岛旅行飞机票 甚至还准备了各种旅行装备 灯组全新综艺已经开始策划 阿萨的礼物或许就是官方预告 度假美女天团的治愈之旅即将出发 王心灵男孩的快乐还在继续 余文文送给郑秀妍的礼物更走心 妹妹郑秀金隔空送祝福 被紧离乡的Jessica瞬间破房 肯定是想家了 正是姐妹一如既往相亲相爱 姐妹情深好感人